詞曲 李宗盛 斯里蘭卡最有名的 肯定是這杯晶瑩剔透的石蘭紅茶 由於中部山區的雨量和溫度 很適合種高級茶 在英國殖民時期 就有英國人來這裡開始種茶事業 一種就是百多年 更成為世上最有名的產茶地之一 亦是世上少有而全人手採茶的地方 No Tea Factory 是國際知名茶品牌Derma茶廠 已經有過百年歷史 這裡每天都會有專人導覽 帶我們看看百多年以來 一直沿用紙巾的傳統造茶技術 又做了40年茶的專家Bernard 逐步講解造茶工序 乾燥處理、鑽動、剪碎、發酵、再乾燥 每一步都影響茶的味道 Bernard又示範私茶要點和茶的拍賣過程 讓我們在茶香之中了解紅茶的故事 在雲城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